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政府最近公布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,9月1日开放台湾民众申请中国居住证,但有企业表示,申领居住证者未来可能必须在中国缴交全球个人所得税,恐导致更大的税务负担。 中央社报道,台湾民众申请中国居住证,纳税沿途内在中国境内住满183天的个人,符合税收居民的定义,必须从中国境内和境外获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海邦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李仁祥表示,有住所将会构成中国所税法草案中的税收居民,台湾人申请中国居住证可能会需要在中国缴纳全球个人所得税,有大额境外所得的台湾民众恐有更大的税务负担。 李仁祥说,按照中国个所税法草案,只要在中国居住超过183天,就算是顺收居民,未来可能要在中国缴交全球个人所得税,已经有许多台商了解到事态严重。 过去不少在中国台商,台干以非居民身份,仅缴交在中国境内的所得税。